非常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 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这一些有关于国内国外的 一些重要的事情 今天要为大家挑选的这个题目 延续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提的 就是其实台湾在513的大停电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其实这513的大停电 背后其实就是台湾缺电 非常严重的事实 而不像说之前这一个 不管是经济部也好 或者蔡英文政府不断出来宣传的说 那只是机器故障 那只是一个损失 然后并不是一个真的缺电 可是到了517的大停电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人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真正的问题是在缺电 而并不是在于有任何的机器故障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这两次的大停电当中 在后面的一些操作的一些细节当中 它势必会对于台湾未来的投资意愿 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其实缺水缺电 或者是缺土地缺人才 这些问题 企业界其实已经喊了非常多年了 不过政府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要跟大家讲说 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缺电的问题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缺水的问题 绝对不会有缺土地的问题 要帮大家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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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因为碰上了中美贸易大战的一个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台商 回来台湾投资设厂的时候 某种程度其实也一定要先相信 政府的保证 可是这个保证在最近这一段期间 缺水跟缺电都面临到了极大的问题 当然缺水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缺水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说它是天灾 只不过现在随着水情越来越吃紧 就连台北的翡翠水库 它现在的蓄水量都已经降到了60% 其实以翡翠水库的蓄水量的一个状况 以及在北部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它还有东北季风 然后带来了很多的这些降雨 宜兰的降雨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使得翡翠水库在它的最上游 比较偏宜兰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降雨是不断的 翡翠水库的蓄水量 本来应该是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现在它都降到了60% 更不要讲说很多的水库 它的这一个蓄水量 已经只剩下了个位数 所以水情吃紧 已经吃紧到了什么程度呢 吃紧到了6月1号开始 如果说到5月底之前 这个老天爷降雨 就累积的降雨量 没有办法超过100毫米的话 那对不起 6月1号开始 其实就连新竹地区都必须要 公五停二一个礼拜 有5天可以供应水 但是有2天是要停水 48小时 那当然这个是轮流分区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 它停水的日期都是一样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节约 新竹地区的用水 在这个调配的过程当中 虽然它很努力地 要把新竹科学园区 或者是中科 能够排除在这一个 公五停二的范围之内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园区的土地 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因此有很多的厂商 其实它的投资设厂 其实是以临近科学园区为原则 所以临近的关系 因此它不会被纳入在园区里头 那这些当然它的供应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我们看老天吃饭的台湾来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长期的水源的来源的话 它本身就已经会对投资医院产生影响 但停电的冲击是更大的 因为它来得更加的剧烈 这种轮流停电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一个礼拜上演两次 那么从5月17号之后 因为那一次的8点钟的轮流停电之后 你看到台电开始要努力的 希望能够把真相显现出来 就它没有办法在完成之前 蔡英文政府要求他们的所有的供电 都必须亮出绿灯 今天你会发现从5月18号 19号 20号 乃至于21号 台电所亮出来的供电方面的 所有的这些预判 它亮出来都是黄灯 黄灯的意思就是说 确实有一点供电吃紧 其实他们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它的每一天的最大供电能力 然后跟这个尖峰时期的 预估用电量相比 如果它的备转容量 是可以达到10%以上的话 那么就叫做开绿灯 如果这一个备转容量 是在5%到10%的话 就是要亮黄灯 如果在5%以内的话 就要开始进入橘灯 然后甚至于是红灯了 那么这一些的灯号 凸显出来的就是 吃紧的一个情形 那亮黄灯 当然你也不能说 它真的紧急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亮黄灯也就意味着 你如果有任何一个大型的机组 那出现了状况 然后或者是你的再生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或者是风力 你所预估的发电量 如果因为天后的变化 然后使得它临时接应不及的话 它都是有可能要再去重演 513跟517的轮流停电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不只是如此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新闻 外泄出来 然后经济部台电 很快地去澄清它 仔细去看透露出来的讯息 跟澄清稿之间的 那一个呈现出来的面貌 你就会知道说 它的后续影响有多大 这个消息是这样说的 所以因为现在几乎是每一天 都面临到紧急供电的压力 所以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必须要每天早上就要进驻台电 然后掌握状况 那你说经济部长 你又不懂调度 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他能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给谁呢 打电话给一些重要的用电大户 那当然都是企业界 那当然都是制造业 那么打电话给制造业 拜托他们减少用电 那当时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王美花甚至于去打电话给台积电 要台积电要部分停工 然后节约用电之后 可以让台电可以不需要停电 但是经济部跟台电 就立刻出来否认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叫台积电停工 但是他们说了 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不是王美花去打电话 而是他们拜托这一些重要的用电大户 他们有指明 有没有包括台积电 而是拜托他们说 你们其实都有一些不断电措施 你们的不断电系统 其实烧柴油 这些柴油发电机 可以让你们的这个工厂 可以持续的运转 你们可不可以先改用 你们的不断电措施 用你们的这一些 备用的这些电源 然后烧柴油 赶快的紧急先供你们的工厂的部分使用 那等到太阳下山了之后 那个尖锋用电过了之后 我们台电再供电给你们 希望能够度过这一些 尖锋时期的这一个压力 你听出这里面的关键问题了吗 那就是确实已经缺电缺到了 必须不断的打电话给这些用电大户 请他们减少用电 只是这个减少用电的方法不是要他们停工 减少用电的方式是 拜托你们去烧柴油吧 你们就不要再来用我们台电的这个电 让台电有比较足够的调度的空间 其实这个确实硬得了极 我们事实上也看到台电 其实用尽了所有他能够用的这个方法 不管是跟这个企业界去调度他的气垫共生 其实说穿了就是用很高很高很高的价格 然后去买厂商他们的气垫共生的这个电 然后来让台电可以调度使用 那这个其实对台电来讲他就是要花很高很高的价格 或者是他去调度那一些抽续水力发电 然后其实把这个水都已经放光了 那不得已其实必须要去做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调度 那至于打电话给这些用电大户 但是他硬得了极 可是他会造成的那一个心理上的恐慌会变得更加严重 就你从接到电话的企业界的角度来看 今天你已经是缺电缺到这种程度 要拜托我去烧柴油 然后来发电去应你的急 那未来我还能够增设工厂吗 未来我还可以在台湾增加各式各样大量的投资吗 你不要忘了就台积电而言 它的一座三奈米的这一个工厂 它的用电量其实可能比整个东台湾的用电量 都还要来得多 那个用电量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如果有缺电疑虑的话 那这个张忠谋曾经说过 就台积电是经不起任何一秒钟的断电 一秒钟断电都不行 因为它只要一断电 整个自动化生产设备一停 它整个在里面的晶片就是全毁 所以它的损失不是那一秒钟的损失 它的损失是一整批的晶片的损失 这不是只有台积电是如此 对很多的厂商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要做的一个决策是 未来十年的二十年的乃至于三十年 一个工厂建下去 它就是一个三十年的一个考验 那三十年下来的话 如果现在就缺电缺成这个样子 未来其实你看不到一个稳定的电力供应来源的情况之下 这一些投资都会受到停滞 过去这几年其实台湾的经营成长当中 除了出口外销很好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叫做民间投资成长 那民间投资呢 其实很重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电子业的投资 而电子业的投资 绝大部分就是半导体的投资 半导体的投资里头呢 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于台积电的投资 你知道台积电每一年 他们所公布的他们的投资的这个金额 其实都在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节节的高升 那这一些他们的重大投资 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于有很多地方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其实也都跟台积电的投资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今天缺电缺到了 他们都会接到电话的话 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在未来的投资 每一条每一款就必须仔细的去思考 那如果我缺电该怎么办 当然也许有部分的公司选择的方式是 我就是要在台湾 那方法就是呢 那我就自己提供我自己的电力来源 比如说我自己要设这个太阳能厂 然后我自己要去设各式各样的这一些 相关的这一些电厂的设备 这是一种可能性 我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 只是说呢 就它的可行性效益来讲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我能不能找到这么大的土地 然后去做这么大量的一个电力的投资 这些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思考 那如果我没办法积极的 我自己提供我自己电 我完全不依赖你台电 如果他没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话 他就必须要去换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 那个方向的思考就是 那我可能要放弃在台湾投资的这样的优势 台湾投资有它的优势不是没有 但是你一旦缺电变成了一种恐慌性的一个来源的时候 你对于很多的厂商而言 它的选择就必须要在这边做一个很大的minus 很大的负分 甚至于对于很多的厂商而言 电力它是必须性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它不是选择性 它是必须 如果这个必须没有了 后面什么都没办法谈 这跟缺水不一样 缺水的话 其实它有可能借由海水淡化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式 那么我也许可以自力救济的解决我的用水的问题 这确实是很多厂商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是电的状况 它要自力救济来解决的可能性相对偏低 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缺水缺电这件事情 在台湾所引发的效益 它不是今年我们感受到的不方便而已 其实它对于未来几年 其实台湾在投资方面相关的一些思考 都会产生极大的压力 这是我们在面对了513跟517两次大停电之后 必须要去建立的一个新的思维了 好 这一点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非常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来点阅收看 谢谢你啰 下次见 拜拜